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动机Y三角启动控制的目的及相关特性 启动控制的目的 在启动瞬间会造成启动电流较一般的电流还要大 那过大的启动电流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 减少设备的使用寿命 对于线路导线的陷阱 必须选用较大的陷阱与较大容量的过载保护装置 浪费购置成本 并且过大的涌浪电流会干扰其他电器设备 造成供电系统不稳定 因此对于中大型感应电动机 必须设法降低启动电流 依据屋内线路装置规则第162条的规定 对启动电流的限制如下表所示 在画面上是各种电压范围 对启动电流的限制与规范 同学在自行参阅 属龙式转指启动控制的方法 属龙式转指一般我们是在定值测座降压启动 那降压启动一般大致上有三种 第一种为电阻器或电抗器启动法 第二种为补偿器启动法 第三种为Y三角启动法 而我们今天的实验最主要是 以Y三角启动法为主来进行缩柄 Y三角启动的定值绕组接法 Y三角启动法的接线图如下图 当定值绕组采用Y接线时 为降压启动 三角接线时为全压运转 在画面上的左边 三项定值绕绕组就采用Y接 那同学由图中可以得知 采用Y接的话 它的定值每项电压VP 会等于电源电压VL的 根号三分之一倍 也就是说我们做Y接启动的时候 是将电源电压降根号三倍 那画面上的右边为三角接 由画面上我们可以得知 三项定值绕组就采用三角接 这时候定值绕组的向电压VP 会等于电源电压VL 也就是全压运转 外三角启动的步骤与测量结果 步骤一 将三项感应电压调整器 磁粉式电力自动器 电力自动控制器与三项感应电动机 完成机械结构之偶合 如右图所示 在进行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到两个交流电压表 V1 V2 还有两个交流电流表 A1 A2 还有两组联动式开关 S1跟S2 那在画面上 我们先看到S2这一组联动开关 将S2闭合的话 同学们可以得知 三项定值绕组的线维 SYZ是连结在一起的 这时候是YZ的降压启动 那当联动式开关S1闭合的时候 三项定值绕组的线头与线尾是呈线头尾连接 也就是三角接全压运转 那我们在进行这个实验的时候 最主要是要观察电流表A1线电流 也就是启动瞬间的电流变化 步骤二 投入三项电源启动三项感应电动机 步骤三 调整电力自动控制器为定转举模式 而且是在五载的情况下 步骤四 将开关S1断开S2闭合 这时候三项定值绕组的采用Y连接 这时候呢 我们要调整电力自动控制器的转举到0纽顿米 也就是五载状态 并且呢把电压调整到额定电压 此时我们把开把这个电源开关打开 也就是将电源切除 切除电源之后呢 随即要投入电源 记录当电源 闭合的时候启动瞬间的限电压 限电流与向电流与表格当中 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 限电流A1的毒子 步骤五 投入三项电源启动三项改静电动机 步骤六将开关S2断开S1闭合 这时候三项定直道主是采用三角阶全压运转 这时候我们随即将电源打开 也就是切断电源 在随即的投入电源 记录启动瞬间的限电压限电流 跟向电流与表格当中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去记录的是 电流表A1 也就是启动瞬间的限电流毒子 而这个实验由李盈颖助教 来为大家进行示范 我们经过短暂的时间 已经完成了Y三角接降压启动的接线 其中我们要先将电力自动控制器的 摇头开关指向M2 也就是定转矩控制模式 而且是在五载的情况下 也就是零扭度米的情况下 所进行的实验 好 接下来再看到画面上 左边这一组切旺开关 这个是三角接全压运转时候的切旺开关 当我把这个切旺开关置于暗处 这时候定直绕组 它的接法是三角连接 好 接下来右边这一组切旺开关 这组切旺开关是Y接降压启动时的切旺开关 当我把切旺开关置于暗处 这时候三项定直绕组会呈现Y接线 那同学要特别留意的是 这两组开关不可以同时置于暗处 否则电源会短路 好 接下来看到右边这一组交流电压表跟电流表 毒子所代表的意义 上面这个电压表 所代表的毒子是限电压 这个电流表的毒子代表的是限电流 这两个毒子分别是电路图的V1以及A1 好 接下来看到右边这一组 它分别所代表的是向电压还有向电流 分别所表示的是电路图的 电路图上的V2以及A2 好 首先 我在进行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我是以Y接做降压启动 我们先去测量Y连接的各项毒子 那我电压就直接加到220伏特 等下电源一投入电压就直接加到220伏特 那由于呢 今天我们进行这个实验的电压表以及电流表 它的灵敏度不够 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判断出启动电流的大小 那再加上 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实验都是针对同一颗马达 它转换到定子侧的每项等效电阻 电抗跟阻抗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个实验是以完成运转之后的稳钛电流 然后去类推启动电流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们都是针对同一颗马达 它的等效电路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借由稳钛电流的大小 去验证 当我进行Y接降压启动时的线电流 是不是三角阶全压运转时线电流的三分之一倍 好接下来同学要特别留意 我要投入这个电流开关 好你看一下画面上这边 这时候呢我进行的是Y接的降压启动 线电压大约是220伏特 这边的话是向电压大约是126伏特 两个的比值是根号三倍 限电压为向电压的根号三倍 这是Y接的特性 那限电流0.26安培 向电流大约是0.25安培 这也是Y接的特性 限电流等于向电流 那同学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读子 这个时候的 完成启动之后的稳钛电流 在五载的情况下的稳钛电流是0.26安培 这个读子要先把它记起来 好接下来呢通常要特别留意 我这时候要先将Y接的切换开关 置于off的地方 好等到马达逐渐停止之后 我才可以做三角接开关的切换 两个开关不可以同时置于on 否则会造成电源短路 好接下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的转速逐渐的降低 等它达到0rpm的时候 我们再去投入 这个时候Y连接的切换开关 跟这三角连接的切换开关 让它产生全压运转 好接下来呢 我投入三角连接全压运转的开关 置于on处 好同学你可以很清楚听到马达 逐渐又开始转了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先看一下 这两个电流表的读子 限电压等于向电压 这是三角连接的特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限电流0.81安培 是向电流0.46安培的更耗三倍 这是三角连接的特性 限电流等于更耗三倍的向电流 那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 这时候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 限电流的部分 我们做三角连接全压运转的时候 限电流是0.81安培 那上一个试验我们做Y阶降压启动时候 这个时候限电流的读子为0.26安培 两个的笔值Y做降压启动 是三角阶全压运转 时候限电流两个相差 两个的笔值为三分之一倍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进行的 Y三角降压启动控制 好实验结果如画面上所示 有实验结果可以得知 Y阶启动的限电流A1 与三角阶全压运转的限电流A1 两者的笔值大约是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Y三角阶的启动法 我们可以将限电流降为全压启动的三分之一倍 以上Y三角启动法的实验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感谢各位同学收看 参考资料组画面上所示